因为你永远不知道在别人嘴中的你会有多少反本,也不会知道别人为了维护自己而说过什么去诋毁你,更无法阻止那些不屑实际的闲话。 而你能做的就是置之不理,更没必要去解释澄清,懂你的人永远相信你。 二做人最好状态是懂得尊重,不管他人贤事,不顺自己优越,也不秀恩爱,你越成长越懂得内敛自质,这世界并非你一人存在。 三从今天开始,帮自己一个忙,不再承受深爱的目光,不必在意他人的评价,做喜欢的事情,爱最亲近的人,想笑就大笑,想哭就痛哭,将自己活得轻松些, 刺很多你觉得天大的事情,当你急切的向别人倾诉时,在别人眼中也是个小事,他最多不痛不恙呵呵的硬喝着,我们总是戴着面具走进爱情的,总想展示自己最优越的一面。 你要接受一个人,不只是接受他的优越,而是看清了他的贫乏普通,却仍然去深爱,略物捧你,你就是被子,我放手,你就是玻璃渣子。 无论是恋人还是朋友,珍惜在你每一次难过,伤心时,都陪伴在你身边的人。 七今天再大的事,到了明天就是小事,今年再大的事,到了明年就是故事,今生再大的事,到了来世就是传说。 八归零是一种积极的心态,所有的成本相对于前一秒都是一种过去,过去能支撑未来,却代替不了明天。 就总有一天,你会与那个对的人不期而遇,所谓的幸福,从来都是水到渠成。 深,酷的时候没人哄,我学会了坚强,爬的时候没人陪,我学会了勇敢,烦的时候没人问,我学会了承受,累的时候没人可以依靠,我学会了自立,就这样我找到了自己。 原来我很优秀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